1989年6月5日清晨 解放军血腥镇压天安门示威的第二天 北京城一派肃杀 长安街上一对坦克车徐徐驶过 忽然一名男子走到车队前 用单薄的身躯拦住了车队的前进 一身再普通不过的白衣黑裤 一双皮鞋 一手提着皮包 一手拎着塑料袋 这是坦克人留给世人的背影 也是今年的六四纪念日 旅居澳洲的时政漫画家巴丢草 高高站立在澳洲街头的样子 只不过他的脸上多了一副 电影《威刺客》中的面具 在线坦克人是巴丢草多年的心愿 他希望这个日子不会被世人忘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六四的事件 我们不可以去把它遗忘掉 那坦克人可以说是六四事件的一个 扑腾式的人物 那其实他站在那里就带走了 对整个事件的回顾 还有想要对整个事件进行反思 也是对于这个悲剧背后的柜子手的一种谴责